請再次感謝各位的立領與指導 在進入演講內容之前 首先我們先邀請行政院 楊俊銘顧總談判會表 來為我們致詞 有請楊俊總 黃秘書長 劉林市長 還有我們董事長 還有在就的總經理 業界的代表 以及花蓮縣政府的同仁 還有我們在就的學生 還有東華大學副教授 以及你們接待這麼多的學生 首先我還是非常感謝黃秘書長 他辦了這場這麼盛大的活動 讓我非常的驚訝 也非常的覺得很榮幸 尤其今天來了除了業界代表之外 還有在就的很多你們 東華大學年輕的小朋友 小朋友對我來講是小朋友了 想到我們年輕的時候 剛剛黃秘書長講說 在這學生以後可能會有好多偉大的企業家 就像我們燕華董事長一樣 另外總經理一樣 因為未來都是很重要的 我們國家的動員 今天我們舉辦這場研討會 主要是因為我們六月的時候 跟美國簽了一個 台美21世紀 談判的第一個階段 在就的學生可能對這種談判事物 可能比較陌生也會覺得很好奇 其實我去教談判課程的時候 我常會問大家說 誰沒有談判經驗 誰有談判經驗 講問有沒有談判經驗 沒有一個人敢舉手 我就會覺得很傷感 其實你們都會談判 你們每天都跟自己談判 跟家人談判 跟老師談判 只是談判的對象不一樣 我們談判的是全國 要為全國的企業界人民負責的 你們的談判對象比較小 其實談判的技巧是一樣的